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都市人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外表和身形 最好就是可以食肌不胖 对于营养师 我们的印象就是他们会介绍一些 吃得健康又没有那么容易胖的餐单 人们一见到营养师 说给个餐单来好 通常他们的印象就是觉得我们是做餐单的 甚至是专帮人减肥 营养另外一种叫戒口之外 其实我觉得是要叫人吃些有营养的东西 希望做多些东西 就是营养不只是叫人什么都不吃 因为很多时候有过这样的印象 林思维,Sylvia 2001年在澳洲毕业之后 回来香港执业做营养师 她参与了香港营养师协会22年 当中有12年是会长 现在是香港营养师学院 专业委员会主席 真的想断食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在你的卡路里里面 就是总卡路里里面 都希望做到均衡饮食 小时候 妈妈说喝杯热鲜奶 就会睡得好些 但其实没有一个研究 显示任何单一食物 可以改善睡眠质素 她经常在传媒讲解营养资讯 当年来也为建立 香港营养师的专业而努力 希望争取本地有营养师立法注册 和规管制度 其实除了医生、护士之外 还有其他的专职医疗人员 都在为我们的健康付出 营养师就是其中一份子 今次的医学人 我就约了林思维聊聊天 不过没想过 是可以吃着甜品谈谈 刚才下午问吃什么 我就跟着你 一定是最健康的 最有压力 我觉得营养师都是一个 普通人都喜欢吃东西 还有我们行内的朋友都说 你不喜欢吃东西 你是做不到营养师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了解食物 比如我们说 是有些要了解食物 如何煮、成分 甚至问你的菠萝包 如何做 我们都要知道 做得好不好是一回事 你是否小时候已经很喜欢吃东西 其实人天生就是喜欢吃东西 而且我小时候也不是瘦 但我的名字是叫阿猪 我的鱼名字 我的鱼名字 不是,是一只猪的猪 我小时候也是读女校 曾经学过短期的芭蕾舞 所以当时我小时候已经觉得自己 不,可能我真的胖 或者不够漂亮 我没有觉得小时候要减肥 但很顾自己的形象 我觉得很多女生 尤其是都会受到这些 无心的评语 因为你有点注重自己的体型 是的 所以就会去读营养学 是 希望可以改善自己的体型 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小时候喜欢读科学的东西 我小时候已经知道自己读科学 所以我就觉得科学是我的道路 我曾经有想过做医生 是 但我不够能力 营养学也很难 我不够能力 而且我小时候是怕针 是 现在都怕针 所以我就觉得你那么怕针 那么怕刀 那么怕血 你现在做不到医生 而且那时候是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从头到尾 都是觉得要做一个健康专业 Sylvia2001年 在澳洲营养治疗碩士畢业 回来香港 一开始是在公立医院做营养师 现在你说营养师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是 但是好像营养学这件事 我想看我读书的时候 也不算是很流行 那个年代接触营养师 大部分在直公立医院 那里找到营养师 很少是做医生 医院营养师 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工作 是,其实很好 那你是做什么 其实我当时是帮人保位 因为当时刚刚很新鮮 很新鮮 其实什么都要学 当然你的前辈 就会让你去见悶症的病人 因为那些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但生活模式也挺不同 因为在澳洲营养师 很慢 对 你今天见完病人 就先喝杯茶 但回来香港的节奏很快 到原来回来香港 整个图片很不同 我还记得有一个前辈 她是我的上司 我还记得她骂我们 骂我,骂到哭 为什么 因为其实是读还读 做还做 所以其实读完 你觉得很厉害 我拿完食事 觉得自己很厉害 但其实我告诉她 去医院做事 是什么都不懂 例如说地医生的食物 例如我们在澳洲读 你看麦包、营养 鸡蛋 很简单的食物 谁知道香港当时没有人吃麦包 对,没有人吃麦包 还有叉烧包、虾鱼 烤麦等 我们完全不懂 当你计算一粒烤麦是多少卡路里 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他们回来 我们的前辈就觉得 你们那边不是读完的吗 为什么回来好像什么都不懂 她骂完之后 就哭了一个星期在家 不停地刨书 全部拿到医院的教育 就是教育 我想刨了两、三星期 可能那些东西就刚刚收到 所以就很急了 其实在公立医院 去到什么位置 为什么会无端端离开 整本医院由小林寺 什么都学到 但是其实对病人的接触 或者了解 其实不是很多 比如我们看到一些 体重控制的病人 可能见到你一次后 半年后才回来 是 因为排期排很长 我就觉得我只有一个讲字 但是我又见不到 又不知道她能不能做到 是 又见不到结果 是 我也想多一点时间 给病人 去谈多一点 是 毅然走出来 做一个私人诊所 Sylvia 转做私人执业之后 曾经在不同的专科诊所工作 她由2001年就开始 参与香港营养师协会的公职 一直以来很活跃地参与会务 亦都是由这个时期开始 她经常代表协会接受传媒访问 和做公众教育工作 我是营养师Sylvia 林思维 我是营养师Sylvia 提起认知障碍症 有很多人会问我们 究竟吃了些什么 可以补一下脑 其实平时吃得均衡一些 对脑都已经很大帮助了 出来私人市场 有没有一些转折在这里 为什么我由一个私人的诊所 后来变成一个 我们现在很流行的 slash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转类点 是因为有一个老板 走过来跟我说 Sylvia 你要减肥 我正在想 我是正常的 我看错了 我觉得你胖 所以你就说服不了病人 因为你要是生蕉牌 对,他们要我做生蕉牌 但是我没有想过 我做营养师 要做生蕉牌 我是教人吃东西 对不对 他突然转介了医生 就说我开点减肥药 你吃吧 当时当然很疼痛 对… 就好像我自己搞不定自己 我毅然辞了职 就是做我们所谓的slash 开始帮会手 是 讲书 很多时候 人们找传媒 当然就去吧 我今天来做节目和录音 这个节目做了很多年 继续录一些关于营养 健康的资讯节目 今天主要讲说咖啡的问题 看看有什么重点可以当作研究一下 我们先聊一下 对,你们两个最初 我节目是需要说一些健康的东西 所以就找不同的专业人士 说健康的东西 我想起运动的好朋友 当然是营养了 所以在机缘巧合之下 我就拉了林思维 做这个节目 就上来这里 你为什么这么钟情咖啡呢 因为习惯了读书的时候 可能尤其是读大学 尤其是 我有一件事 我也没问过你 是 营养师是否每一样都要吃的 你最喜欢吃什么 我最喜欢吃些很頑皮的东西 这方面很坦白 叫人说不要吃好 这些有热气、没有营养 但其实吃一点也不怕 我的舒服食物是叉烧饭 林思维有跑步 喜欢做运动 所以两种是很平衡的 但如果真的有病 有些长期病患 或者糖尿病 我经常说要戒口 但林思维也很好 好像很宽松 不用那么害怕 糖尿病都可以吃的 其实什么都可以吃的 只要你会选择就可以了 说吃东西或者运动 都很影响情绪 你说是开心 其实我觉得开心 是对健康最重要 但很多时候香港人的压力 比如说吃东西 这东西又不能吃 那东西又不能吃 听很多传媒说 那东西是最毒的 你千万不要吃 但其实那些东西 某程度上你吃适量 其实食物和情绪 我觉得都很大影响 有些东西 也不太便宜 但是读营养 营养师也是一个专职医疗人员 我想上传媒的时候 都要小心留意自己提供的资讯 究竟正不正确 因为你要给那么多观众 或者听众去听 其实那个资料搜集很重要 可能做每一次的录音 或者电视的一些访问都好 虽然问一些很经常听到的问题 但是也要做一些资料搜集 才能做到这个目的 那些传媒最容易 吸引别人的点击率 那个眼球就是 三招你就可以减磅十磅 这些一定是你不想做的 那你会想做是一个 如何方向的营养师 我想我以前也做过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做过 所以觉得其实也很影响 大众对营养师的认识 对食物的恐惧 我觉得现在很流行的 就是妖魔化某些东西 譬如说碳水化物 就是妖魔化到直接 你不要吃了 好像不能吃了 你吃了有糖尿病 或者你吃了会怎样 其实不是很好 甚至优化一些加工食物 例如举药饭举药面 现在不是很流行 对 其实它是优化了这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举药饭举药面 什么都没有 对 营养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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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这么高的价钱 是买一包超级准备的食物 为什么呢 不如喝一口水 找那三十元 买两个苹果 或者三个苹果 至少那块是 一个完整的食物 好吗 还是辣的 还是要辣的 是 要一整个 一个 就是一杯装 对 对 就是不用煮的 其实我也是不想煮 所以这个是最快的 最快的 不是刺激 对 对 没有了这个元素 又不行 差一点 我以为开凌晨 开到好东西 也是压力很大 甚至很累 所以这是一个 我也会做的 我的眼镜呢 跌眼镜 为什么呢 你经常觉得营养师 是很健康的 不吃杯面 要吃那些 就是吃红萝卜 生吃那种 或者一个沙律出来吃 其实如果抑制自己 不吃一些东西 例如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试过 因为我为了要有份工作 说你来要很瘦的 差不多两个月 我只吃待餐 是很有效很瘦 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会经常觉得 我之后要吃火锅 是 是会因为自己吃不到 而不开心 对,会 所以为什么很矛盾的 我想吃平衡食物 或者可能要控制体重 因为人们当然说 减肥最好 或者像你这样 折了一份工作 要做一些事情 都会引致很多 不同的情绪问题 我们看到有些 例如招累症 有些可能是抑鬱症 甚至可能令身体体重太轻 变成了女生 尤其是可能会停经 会脱头发 可能上学的时候 可能会集中不到精神 但是很多人看不到 是 即是怎么说 极端减肥的那种害处 我现在处理的病人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某些原因 譬如可能 个人的自信心不够高 觉得瘦才算漂亮 甚至乎可能有些 觉得要 现在很流行说 出扑 就是女生 觉得瘦才能找到男朋友 另外可能小时候被人 蜘蛛过 或者可能小时候被人 说过胖 到了一个清智年期 他们就跟着不同模式的 减肥方法 你知道现在可能 互联网也有很多这些 所以他们一个极端减肥方法 就会影响他们的情绪 是 我的工作历程 应该这样说 就见到很多一些 三高的病人 譬如糖尿病 胆固醇 血压膏 另外近年 就见到一些 饮食失调的病人 这么多年 都收了很多不同的礼物 有个妈妈的 谢谢卡 我记得这个病人 本身也是吃得不好 身体差度 连差不多都考不到DSC 妈妈也写了一张 谢谢卡 多谢你这大半年 悉心地照顾病人的名字 健康饮食问题 让他能够顺利考完DSC 并取得理想成绩 听上去好像我是 補习老师 这个女孩 这女孩就会觉得 还记得见你第一次的时候 你跟我说那句 喜欢吃东西是没错的 多谢你让我找回自己 都是一帮有饮食失调的病人 所以对他们吃东西来说 他们觉得自己错 但其实他们吃东西就很开心 这群人很多时候 有趣的 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很多人都是完美主义者 但我常常说什么叫完美 是否算到0.01卡路里的完美 其实这些都是很复杂 背后的想法 所以希望病人可以 能够正面的看法 对体重控制 对吃东西 你看到一些很肥的人 或者教他们健康饮食 或者教他们如何懂得饮食 他们瘦得来 成功感也很大 但我觉得我也做了这么多年 不如这样吧 反过来 叫人吃东西 是 叫人跟食物做好关系 那就慢慢转型去做饮食失调 其实成功感更大 虽然时间是很长的 你由他一口食物都不吃 去到很开心地吃 有空拍照给我 我看到他很开心的感觉 其实我也很开心 所以我觉得营养 不只是叫人如何健康饮食 营养是可能跟情绪有关系 我看到这群小朋友 应该享受生活 是应该去做他现在应该做的事 甚至乎我也有机会陪病人去吃东西 我说你害怕吗 我陪你去吃 他也说好… 我们说要打大佬 譬如有个女孩说 他的大佬是披萨 他慢慢痊愈的时候 好了 你准备打大佬了吗 我就陪你去打大佬 我真的陪了他去吃披萨 现在他就慢慢康复 当一个姐姐或者姨姨 他告诉他 其实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不只是看重 你在社交平台上看的东西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外面有很多的价值 你还没去找 你还没找到自己 当你找到自己的时候 其实体重已经不再是一切 当然我不是说他变得很不健康 我看到他们会觉得 为何要生病到这样 上学又回不了 头发又脱了 驚奇又停了 但仍然看在镜头 觉得自己… 不够瘦 不够瘦 我们看到他像一群骷髅 但他看到自己还是不够瘦 就是为了什么 我的经历 我可以告诉你 我也曾经被人批评过 我也曾经是这样的 其实不需要这样 也可以很成功 也可以很开心 所以他们向我看起来 原来说 我也不需要那么极端 我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人 希望能做到一个角色模特 当然不仅是我 我认为处理飲食失调 是有一个团队 包括保血医生 是 林藤心理学家 我们 其实如果有一个团队 我们可以帮助他 对他的成长会好很多 这个才是专业影像 我想去探索的东西 就是帮助人 有一个好的价值观 听过最大的误解 就是营养师一定吃得很健康 就是完全不吃朱古力 薯片 或者每餐一定是算卡路里 最大的误解就是 全部营养师都是女士 最大的误解是 我们不会吃不健康的食物 最大的误解就是 营养师只帮人减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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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也做过会 其实有新款式 我们全部都是团队员 我们没有瘦身 所以我们团队很厉害 还是 你们很有主力 是吗 是的 我都做了会 都差不多超过20年了 就是毕业业回来 已经被人拘捕了 入会帮忙了 还有那时候20年前 我想香港营养师的专业 都不是发展得很明显 或者发展得很好 我们是一心一意 我们要做营养师 就是好像很热血那样 那我想大家在座的 做得会的人 我想都是很热爱这个行业 那什么要热爱呢 就是我们想保持专业的质素 还有专职的医疗人员 是有专业的自由 就是我们有医院的判断 那如果我们没有继续教育 我们没有不断地进修自己的话 那别人怎么相信我们呢 那仍然回到最开初 就是回来的时候 因为营养师在香港很新 就是当时可能市民 都不太认识这个专业医疗 那变了一回来的时候 那一团伙就真的很想做好那个行业 那入会的时候可能是 就是我们也想专业 那里边其实都学了很多东西 我们的前辈其实一直推证 做注册是做了一段很长的 是 我也想多谢前辈 其实也不是就是我们 所以那个棒好像都要一起去接 那其实来的时候 都要有我们新的年代 继续去接那个棒 其实我们为什么这么朋友 因为我们都有互补不足的一个情况 所以做会就是有这样的目标 就是很想告诉人 其实营养对市民很重要 不只是对病人 我觉得对市民整个公众教育 或者可能一些的 基层医疗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都继续做会的东西 是 营养师例如在香港 因为没有自己的注册 是 通常营养师访问 都是在豁华后面 在哪个地方 是的 是的 但是这件事情 对于公众 或者对病人来说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 是 就是医生跟你说 你要吃什么药 是 是 那是医生 我要听他说 但是营养师 就会好像 他叫我吃东西而已 是的 听完 但是他又未必会跟 就是会不会那么 会遵从 是 以前我们的朋友 形容自己在一个碟里面 医生是属于牛扒 是 姑娘就是属于蔬菜 我们就是炎和胡椒粉 你喜欢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那有就更好吃 是吗 没有就… 都是听医生说 还有都是听姑娘说 是 但是我们那时候 就是这样形容自己 很可憐 但是我们大家营养师 要知道 那些盐和胡椒粉 在整个健康里面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 是要继续用我的经历 去推动我们的后辈 去允认自己的专业 很多人都知道我的名字 叫林思维 是思想的思 行为的位 我经常告诉他们 我爹妈妈提醒 我要看着路去走 看清楚 给自己时间 然后去做 你才能好好找到自己 去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